大家好,我是顾女琼博士 今日在上海普通机场 一架CE919大飞机 在起飞三小时后有安全降落 这标志着国产的首架 CE919飞行实验圆满完成 这首款按照最新的国际试航标准 自主研制的单通道大型干线飞机 2021年初 东航与商飞正式签署首批 CE919大型客机购机合同 首批引进五架 成为全球首家运营C919大型客机的航空公司 在接受媒体采访时 主要研发工程师曾表示 国产大飞机C919的绝大部分性能指标 与现在的空客A320以及波音737持平 甚至在气动力布局方面 还优于空客A320和波音737 未来20年 我国对类似C919这种窄体客机的需求量 约为每年300架左右 伴随着C919进入量产 这条民用飞机产业链 无疑将释放出巨大的经济价值 大家应该多支持东航 多支持国产民用大飞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